北京时间9月8日,中国国家队在热身在中足克多哈特哈里发体育场面对卡塔尔国家队,第15分钟,中国队的衡量阻挡了对手的进球,第24分钟,莫埃斯就为卡塔尔打破僵局,第63分钟,哈特姆的圣门击中力柱, 但国族最终还是0比1落败,三天后,国族继续此次西亚之行面对巴林,国族向来了有多哈魔咒,两次在多哈进行的亚洲杯,国族一次在半决赛和3到4名比赛中连续输给韩国和伊朗,2011年则是指不小组赛,足克多哈和卡塔尔的较量,国族直到12强塞莫伦,才打破克长不胜卡塔尔魔咒, 但12强塞最后一轮尽管取胜,这未能实现从12强塞紧急,第9分钟,莫埃斯进区前沿将球交到禁区,阿菲夫杀到禁区,但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射门,想用脚后跟顺给队友,不过被中国队后备识破,第15分钟,卡塔尔的长船送到禁区, 哈特末不停球,直接将球横传门前,莫埃斯门前进距离面对严峻令,最后的圣门约过严峻令,但却被衡量挡出,第18分钟,无类进区前沿的院舍,被卡塔尔后卫挡出底线,随后张希哲开出脚球,后点的无类逾越冲顶,但可惜,未能顶到皮球。 第24分钟,科瑞拉右路扣开鱼海的防守,随后将球送到门前,莫埃斯摆脱了中国队后卫的防守,近距离面对严峻令得手。 一简令,年初的U23亚洲杯,莫埃斯面对U23国族旧层,没开二度,帮助卡塔尔U23淘汰了中国队。 第36分钟,库西底线横传门前十,被严峻令出击风堵了路线,而且最后皮球还打在库西的身上出了底线。 第41分钟,远中长传球失误,卡塔尔拦截后快速反击,但莫埃斯进区内晃开防守,随后倒是门偏出,上半场捕食阶段,卡塔尔获得进区前沿的任意球机会, 但海多斯操刀主罚,得任意球稍稍偏出,下半场开始后,中国队做出三个人员的调整,杨旭、赵世日和李学彭林峰登场。 第48分钟,冯小平的回传球失误,被严峻令大教解为出底线,随后卡塔尔利用脚球制造威胁,阿贝夫进区前沿的院设稍稍高出。 第54分钟,高里左路船中,杨旭前点的电射直接将球点飞。 第58分钟,冯小平进区内拿球失误,被卡塔尔进攻球员断球,但哈特募直接面对严峻令的船门未能打开角度,被严峻令去之门外。 第61分钟,海多斯又入拿球内窃至禁区,但最后的船门被严峻令下地抱住。 第63分钟,莫埃兹从张宁鹏脚下断球,随后就地反击,莫埃兹将球交给阿贝夫,阿贝夫分给他长的哈特募,但哈特募的舍门接中立柱,随后莫埃兹的捕射又高出。 随后的比赛,双方走马换降,活足最后的半个小时,连一脚舍门都没有获得。 最终,0-1高负,比赛信息进球第24分钟19莫埃兹卡塔尔黄牌第29分钟2、6、萨拉玛卡塔尔第45分钟5张铃鹏中国。 比赛信息进球第24分钟19莫埃兹卡塔尔黄牌第29分钟2、6、萨拉玛卡塔尔第45分钟5张铃鹏中国。 中、中国对首发阵容12年训练21隔海6、峰萧晴4、于阳5张铃鹏3、正式17张承斗29将希哲、三十普城18都黄牌7、无类卡塔尔首发阵容21万哈桑2、克瑞拉3、巴德拉6、哈特勿12海多斯11埃肺夫15阿拉维16、酷西 19,穆埃兹,26,萨拉曼,28,马蒂伯。